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 最新的一条消息就是加拿大首次以潜在间谍为理由拒绝一名中国留学生入境 这名中国留学生来自北京大学 他所研究的方向是用于生物制药行业的微流控技术 他的名字叫李月康 他被加拿大华铁罗大学机械与机电工程博士专业录取 而最有意思是招他进入华铁罗大学的导师也是来自中国的 他叫Karolin Ren,姓Ren,曾经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 2004年获得多罗多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现在是加拿大微流体技术研究主席,也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因为加拿大毕竟是个法治国家 所以说你被政府拒绝了之后你可以去起诉政府 这个留学生果然就起诉了政府 结果联邦法院的法官判决签证官拒绝发你签证 这个所谓潜在间谍的理由是成立的 这位李先生的辩护律师讲的是 李先生不是间谍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间谍 OK 但是不好意思,这个见证官说的是你是潜在间谍好不好 没有说你是间谍,你是潜在的,你有可能成为间谍 因为你学了最先进的技术,就可能拿到中国去 当然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应用到军事上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研究技术的 但是即使不是用在军事上 那也有可能把加拿大的知识产权盗走,盗去中国 让中国在这个领域超过加拿大 你本人可能觉得很冤枉,我没有这么想 我想留在加拿大 但不好意思 不管你是不是想留在加拿大 有太多的案例证明了 你们学了先进的技术就逃回去 然后就把技术带走了 把整个实验室所有人的学习和研究的结晶给带走 然后成立公司,然后赚大钱 然后配合政府,然后生产的产品 再反过来,倾销到海外 再把这些国家的企业给打垮 主要是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多太多了 这次法官还引述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就是禁止很多中国的研究生博士后的研究人员 进入美国的科研机构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有这样的一个指令 就是因为担心你们学了这些技术之后 变成潜在的间谍 潜在的间谍的意思就是还没有成为间谍 但是有可能成为间谍 就是这种间谍是防不胜防的 他当时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他不是间谍 你让他进来了,然后他变成间谍了 这时候你发现了已经晚了 他已经把知识产权盗走了 那怎么能够防止呢 就在根源上防止 就不让你来就好了 他认为你是学一些高精尖技术的 就不让你进来 那就杜绝了会出现间谍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学莎士比亚文学的 没问题,可以来 有人说这是种族歧视 这就当然就是扣帽子了 种族歧视的话 那日本也是皇主人 那怎么不歧视日本人 怎么不歧视韩国人 怎么不歧视印度人 为什么就歧视中国人呢 对吧,你没法解释 而且还有就是 这位导师他本人也是从中国来的 如果今天这个导师再来 他是年轻人来加拿大学技术 估计也会被禁止入境 为什么 因为时代不同了 那个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 是中国还没有对这个世界的秩序构成威胁的时期 所以说大家欢迎你来 但今天为什么不让你来呢 不是因为歧视你 是因为时代变了 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变了 你来不是为了只是单纯的学技术 改变人们的生活 很多情况下 是你构成一种不正当竞争 同时还可能应用到军事上 对世界的和平产生威胁 所以从他个人来讲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冤枉 我没有想当鉴定 但是就像我之前那期节目讲的 你被这个时代所裹挟 泥沙俱下 没有办法 你不能逃脱这个宿命 你要怪只能怪自己的祖国 整天的在文攻武嚇 对台湾文攻武嚇 同时在挑战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 像他们一样的学生 到了美国之后 学了技术 最后带回去 要说谁害了他们 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是他们所谓的伟大祖国害了他们 而不是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完全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他们是防守 真正进攻的是中国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说你不当间谍 可是当中国政府要求你去当间谍的时候 你能说不吗 你敢说不吗 你的家人可都在中国的 中国又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他想怎么对付你 怎么对付你 所以这种情况下 也是让这些国家担忧 来自中国的学生 也许本人是好的 也许他没有这个心思 但是他可能会被要挟 因为他的所有家人都是人质 在中国的所有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人质 那你既然有人质 那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行为 当然更有可能的是 非常庞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 那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坚守 我觉得很难 西方人就知道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这是人性的问题 他不是觉得中国人会这么做 他觉得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很多人都可能抵抗不了这样的诱惑 或者是当他们家人被威胁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去当间谍 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一样 不一定是只是中国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干脆不让你进来 就杜绝了后面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当加拿大这样的白左国家 都这么强调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全世界的风向已经变了 我看到的加拿大的中文论坛上边 很多人在骂加拿大政府 你骂加拿大政府有什么意义呢 加拿大政府做这个事情是有根有据的 依据就是太多中国人盗取我们的技术 太多中国人充当间谍 我们防不胜防 我们只能针对这些高新技术的人才进行限制 这是在保护加拿大 我们看到有人说 怎么就凭着那个政治幼稚的总理 说几句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污蔑 中国就成了加拿大的敌对国家了 怎么个敌对了 还有人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把来自中国背景的科学技术人员搞泛化的认为是科技间谍了 非常的无理由的进行法律事实 以政治化对待 这实际上就是加拿大政府对华人的宣言 我就要专门的赤裸性的指示中国人 对于法院这种无理无据 往中国人身上摘死盆子的恶劣行为 有没有发起情愿的我必签 这样的留言还有很多 就是这些人的存在 正说明了加拿大做的事情是对的 他们满脑子都是想着维护中国的利益 而不是自己本国加拿大的利益 所以这些人他们到了加拿大生活 他们只是为了私利 为了自己能够有个好的生活环境 但他嘴上在不停的夸祖国 可是又不肯回祖国 甚至自己的孩子也要生在外国 当个外国人 拿外国护照 他们的怨恨也好 叫嚣也罢 都是非常无力的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他们还是要给反华政府交税 为反华政府做出贡献 不要看他们说什么 要看他们做什么 加拿大既然走出这一步了 而且是联邦法院的判决 那么加拿大是一个普通法系的国家 那么后续的判决 就要依靠潜力 就要参考潜力的 所以有这个判决之后 后面加拿大政府再拒绝谁 你这上述 你的胜诉的可能性就渺茫了 所以说这难道不是大时代来了吗 那么加拿大相对美国来说 已经算平和了 已经算留很多情面了 很多人能够通过加拿大进入北美 可以避开美国 因为美国审查的更加严格 比方说 中国的网站就发布了一篇报道 关于一个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读博士的留学生 他回中国之后 再想回美国 结果被拒绝入境 说除了他以外 被关进小黑屋的还有另外六个人 都是女生 一共七个人 那么他们被问的问题 包括有没有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有没有受到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 以及有没有参与过保密研究 都是指他们过去在中国上学的时候的情况 还有一个在美国约翰霍普基斯大学的 是在2023年11月24号被关到小黑屋的 他们被问到一些敏感的问题 包括是否参过军 是否跟中国的教育部有联系 是否获得过国家资助 但是大使馆说 你的签证没问题 是海关决定不让你入境的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谁来决定 海关有自己的自主权 他不想让谁来就不来 哪怕你有签证也不行 所以说你有签证不代表 就允许你入境 你要经过海关的盘问 而海关比大使馆可能更加严格 因为海关是美国本土的 你到了美国 到了华盛顿特区 你到了机场 你可能人家觉得你是有问题的 他就可以不让你进来 但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是在中国的 它的任务是中美友好 是双方合作 所以他们可能会给你签证 但是拿到签证之后 你还要经过美国的盘问 而且它是属于不同部门 就是大使馆属于是国务院的系统 是对外交往的 然后你到了美国境内 海关 它有国土安全部 或者其他的一些部门 他们接受的指令 和大使馆接受指令 来自不同的指令 就是他们不同的部门 他们执法的严格性不一样 大使馆有自己的流程 它的目的是批准你去留学 但是到了美国海关 美国海关看的是 你是不是对我们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造成威胁 这种威胁就包括 你可能是潜在的间谍 所以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 他们这些同学有一个自己的群 这个群都是被拒签 或者是被拒绝入境的 一些中国留学生 说这十个人里边 全部都是名校毕业 然后除了两个是硕士生 其他全部都是博士生 或者博士后 没有本科 也没有普通的大学 都是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大 北京邮电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等 专业领域很少有文科 基本都是生物科学 医学 统计学 材料物理化学 通讯工程 德语和工商管理 只有德语和工商管理 这个专业可能偏文科 其他基本上 我看都是理科 或者是医科 他们就多的学校 也都是在美国的名校 包括耶鲁 弗吉尼亚 约翰霍普金斯 就是在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面前 一切都免谈 从根本来讲 就是中国已经变成美国 或者是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 当你变成敌国的时候 把你看作是敌人的时候 那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你再怎么说 你无辜 不公平 或者怎么样 都没有用 在对方眼里 你已经是敌人 其实 为什么中国会在美国眼里是敌人 我觉得这才是这些留学生 应该好好问的一个问题 难道不是中国的 过去的一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吗 这里还有个细节 有个学生 护照上还有一个俄罗斯签证 海关人的人员还特别问到 为什么你的护照上有俄罗斯签证 你去俄罗斯干嘛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也是敌国 对吧 所以说 关键问题是你来自敌国 而不是你本人怎么样 你只要是来自敌国 那么你就可能是敌国的一份子 而有大量的事实证明 这些人都是从小被中国洗脑教育出来的 正所谓爱国粉红 就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我们都经历过 像我这样的 能够摆脱这种洗脑教育的人 在中国的比例有多低 大家心里清楚 对吧 我们属于另类 看看网上多少人在骂我 我还不算有名的 还有那些有名气的人 挨骂挨得多惨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属于另类 他不会把这些留学生 都看作是另类 对吧 除非是非常明确的展示出 你是另类 他们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或者是网开一面 刘晓波如果拿着中国护照 我想他去哪都没问题 但是你又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党 公开反对共产党都没有公开过 谁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呢 他只能默认 来自中国的中国留学生 都是潜在的间谍 但是普通人又没有办法去改变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或者是中国政府的种种做法 你改变不了 你影响不了这个政策 你没有选票 所以说最倒霉的还是中国人 在中国被剥削 被压迫 当作韭菜和炮灰 到了海外 你还被当作共产党的同路人 被当作粉红和五毛 被敌视 甚至被歧视 当然更可能的是被鄙视 说实话 我也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 我走出去 别人也会可能认为我是中国人 把我也看作是中国政府 或者中国五毛粉红的一份子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怎么办呢 你除了坚定的反对 中国是我的祖国 反对这个党国体制 反对共产党 反对五毛粉红以外 你还能做什么呢 这么做不一定能够自保 但是你不这么做 一定没办法自保 下周我就要到台北了 未来一段时间 我都会在台湾 给大家来制作节目 我也会见一些台湾人 跟他们交流 跟他们一起上节目 然后有可能有机会 见到赖清德总统 或者当选总统后的赖清德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告诉他 那么未来他执政这几年 将是兵凶战危的时刻 中共的军力将达到顶峰 有史以来的顶峰 那么对台湾的 所谓武统的威胁 将会不断加大 但是如果挺过这段时间 台湾将会解除中共的威胁 而台湾人将会真正的当家做主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现在国际局势 已经进入到全面的新冷战当中 那么如果西方对中国的脱钩和封锁 再维持十年的时间 那么中国基本上 他的武器装备 就会沦为一堆废铁 因为他没有办法 像过去改革开放时期 包括现在 不断的向外界盗取技术 或者学习技术 或者购买技术 因为你已经被踢出 整个全球经贸秩序了 所以说未来几年 兵凶战危 中共认为自己的实力是最强的 甚至未来可能会走下坡路 那么他一定是趁着自己 实力最强的时候 去走出那一步 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他如果走不出那一步 或者仍然担心 或者是内部的事务搞不定的话 那么他一旦失去了 所谓武统台湾的机会 未来就更没有机会了 因为所谓东升西降 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中国的科技水平 特别是军事上的科技 将会沦为像俄罗斯 像朝鲜一样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 我们可以看到了 他们把自己的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70年代的武器装备都用上了 甚至还需要朝鲜来提供炮弹 把俄罗斯最先进的飞弹拆开之后 有好几个国家的技术 包括美国 英国 荷兰等等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到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外 所以全世界孤立 你还能够实现科技创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中国的所有的底气都来自于改革开放时期 西方对中国的接纳 现在开始不接纳你了 虽然它是一个过程 慢慢慢慢 不要接纳你了 你的技术水平 军事力量一定是随之下降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他们背后的向中国提供最先进武器装备的老大哥 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丢人现眼了 所以我相信未来自由世界将会获胜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加入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